另外来看到是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台北县卢州环堤大道发生了死亡车祸 有一个30岁的理性机车骑士 他疑似车速过快了 来不及闪避就整个人撞上了电线感伤重不治 死者家属赶到现场之后是悲痛万分 而这起车祸意外真正的原因 警方现在还要调查 眼前这辆黑色机车很躺在路边 车头撞得稀巴烂 车身全都是刮痕 坐垫更是挤压毁损 地面上还留有长长的刹车痕迹 现场更可以看到理性机车骑士 头戴的安全帽和身穿的球鞋 被撞飞到对象车道一百公尺远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有多大 我看到机车飞出去 有听到蹦一声 就是蹦一声 他是从哪一边过来 他从这边往柳州方向 他速度很快吗 应该是很快 赶往车祸现场的家属 看到理性机车骑士倒在地 重伤不治 当场不过是谁 不怪他们只要他一吊 整个都说不准了 这些车祸意外 发生在凌晨一点多 警方初步研判理性机车骑士 疑似车速可能过快 闪避不及 整个人连人带车 非撞电线杆 由于撞击力之大 理性机车骑士在送医前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宣告不治 只留下伤心的家人 不断肠 最近新闻李龙生 台北采访报道